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功力热华进入另一个主题 今天重点讲一讲 《踏鹏背后的风光背后》 今天我们邀请了 踏鹏行业的师傅 我介绍德哥 大家的心哥去介绍 踏鹏行业 德哥心哥很多时候 都觉得我们踏鹏的工友 人工是很高的 可不可以讲一下 现在踏鹏行业的基本程 日升多少 大概一个月收入多少 以前在我们刚刚入行的时候 我们的前辈也跟我们讲 踏鹏是一个沽空沽危的工种 所以在整个三行里面 我们的人工基本上在其他行业 是沽市码三成的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以前的前辈也告诉我们 在三行路里面 最沽人工就是踏鹏 现在当然有很多已经超越了 包括运营土或者其他扎跌等等 有比其他行业 其实我们都比较注重于踏鹏的安全问题 而另外一方面 就在整个踏鹏里面 由于我们一直全盛下去 都是以一个技术性的比较好 现在一般日升多少 日升现在工会价是一千九百五元一日 十一月份开始加 十一月份 但是一般 我知道有时候下雨 大风下雨都开不了工 一般一个月薪有多少 平均 按日升 按日计 普遍的 你都要做到有二十日 是吗 怎样都会有二十日 如果你说低一点 身体体验问题 低一点 那一期会有三四万元 基本上 差不多 其实三行路 香港整个大环境 都是以日工制 不是月薪制 所以变相 变相 你认识的人越多 当然 会工的数量会比较足 因为我避免有点误会 我见很多人说 好像 我们建筑行的工友 人工好像很高 计便二千元一个月 计便到一个月 不是六万元 没什么可能 哪一个月 然后回到三十日 起码 可能二十日有点多 我见有些 可能分成十四五日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另外 我经常听你讲过 乃鹏 其实 人工高 但实际背后要负责很多 可能入行 基本上 不是每个人都做得这一行 入行 起码 我认为第一个 起码 起码不能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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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卫高 除了这件事 哪几件事有要求 其实 在我们的行业 入行 我来讲 除非是跟师傅 我们现在跟师傅 如果 大多数现在都要入CIC 读了一个课程之后 才可以做到 如果是真正跟师傅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跟我们做的 嗯 其实 讲真 就是说 衛高这方面 我们刚刚入行的时候 我们就不在CIC 我们就跟师傅 那就慢慢慢慢静 我看到那些 那样爬 我看都觉得很暗 什么 除了衛高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要求 如果你说特别要求 就是我们实际说的 你做这一行 特别是工工工作的话 你那个安全的警觉性 一定要高 一定要比其他 你不跟四平百穩 站在楼面 你不仅是记上那条竹子 还有一些技巧性的东西 你必须要懂得 因为这些是讲到 技术性比较高的工种 是吧 但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 我感觉上 那些搭棚 接触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建造行业 不同的工业接触的时候 我觉得搭棚的 新手上都是灵活一些 新型是什么 我猜是不是都是 有些有关的 和你那些做泥水 我感觉上 有些是要 要买 要很扎实 我们的传媒 称之为 我们叫中国式蜘蛛 是吧 是吧 我猜 我猜 可能搭棚 都有一些 工业小的行业 可能有一些禁忌 我知道 例如行船那些 都有一些禁忌 现在我们一行有什么大禁忌 禁忌的东西 在父辈那一年代 就真是有禁忌的 早上开工的时候 七门口 碰到和尚师姑 或者偏闪法的女人 或者梳头 那些师傅都会走了 洗了头 不集迷 不集迷 都不去虚弓了 如果到了我们这一辈 就没有这些禁忌了 不是说什么 就这样避免少少 但是 始终你都要出来搵食 你一出来 你就连车钱都摔到 就算这些东西 但是自己小心一点 做事就是这样 以前我们路一辈的前辈 在家里 特别是踏棚的那些师傅 家里人 就算你洗了头 都不给披头伸位 十粒粒 你都要紮起 不给披头 因为他们在我们的踏棚 里面是一个故 比较忌这个东西 还有早上开工就不吃蛋 因为俗称就是叫做工场滑棍 没有拉没拔 这个蛋是圆绿绿的 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是一个故技 不吃蛋了 不吃蛋 当然为什么没有 德国生 你为什么入了一行 你有没有背后一些故事在里面 其实都是跟老豆有关 其实是父辈 父辈没错 当然是父辈 华尔也有踏棚 就是有这些管理 这些行是否很多 全城那些都是有 基本上现在最早期 就是我们属于 孤腰人做搭竹行的多 其实之前有两间工会 还有一间 一间港九搭华同级工会 还有九龙那边自由工会 我们都是跟着父辈来学试的 不过我就跟着阿叔学试 真真正正的阿叔 带着自己 和富仔七身 是真的 我们所谓叫做濕碎棚七身的 什么濕碎棚 濕碎棚 即是吊棚之内 吊棚之内 不是说那些造流厂棚七身的 真真正正的阿叔学试 都做了有三成三年 就是这样 差不多要满师 都要多久 要三年 禁约就是满师 有些人做五年都做不到师傅 有些人做两三年都做到师傅 所以每一个人 他那个资质问题 你这样有没有说 怎样的水平 即是叫师傅 有没有参考 给一个彭力证 你答得到 答到OK的 那就叫师傅 要是怎样考这个测试 是不是师傅 如果你现在的性质 就要经过一个测试 现在CIC有一个测试 有认可资格 熟练结工 对 就是这样 而且我看到有一棚 有很多种棚 介绍 我看到好像 例如我家里 有些长沉水的时候 在外面搭的棚 这不是叫做吊棚 吊棚 吊棚 如果是楼子 由下面建上去的 有一种叫做维修棚 维修棚是整个大楼的维修 就是旧楼维修棚 旧楼维修棚 如果新地盘建筑开始 叫做刘昌棚 还有拍大戏的叫做 汽棚 招棚 好像比刘登到 我拍招牌架 是的 其中是哪个技術要求最高 其实 汽棚 汽棚的要求是最高的 是的 因为尺寸很短 尺寸一定很短 而且很讲究 很讲究 我搭一个小的 但不是经常性 因为他本身是做这个 比如你搭飞棚 搭吊棚 其实就是专门有这一班 这班工人做这些 就是搭棚下面 分得很清晰的 还要是分工的 一这样就分手 搭起棚的 自然有一些搭棚 搭气棚的师傅 分得很清楚 是的 搭地盘棚 有一班人是专门搭地盘棚 新建的楼 维修楼 就有维修楼 分得很清楚 甚至游轮 下面的舱都会搭棚 游轮里面搭棚 船里面搭棚 我也搭过 搭气 搭烟通棚 圆的棚都有 油缸棚也有 有很多东西 还有我去过很多地方 我认为香港特色 竹棚好像是为了香港特油 其他地方 即是内地 都好像没有什么 原点金属棚 现在内地 开始用金属棚 处递竹棚 但是流程矮的话 都会有 但是现在你是大型的 二三十层的话 基本上是用铁通 和金属棚 和金属棚 其实我们香港的地理环境 影响很多时候 转角位多 你没有办法只用得到金属棚架 还有速度问题 即时间 一行高一点 你没有办法 你都做不到钱 你要用人手来搭救 但是你人手够 你的工价就低了 还有好像竹棚 更快 即是本来便宜一点 没错 竹棚和金属棚 最大的分别就是 金属棚第一 是成本贵 第二 工序虽然很简单 但是重量很厉害 另外一件事 可能其实性比较少一点 但是问题一件事 它的灵活性比较低 比如好像要搭多些 或者要收拐一个位置 那变相 它要立刻 或者一个小时之内 你要收拐到 便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 那它要有个时间 所以它的灵活性 效率等等 它都比较是 沽要求的 比较慢一点 而竹棚呢 它的成本就低 灵活性很大 灵活性很大 可以提供一个更加合适的工作台 给它 所以说香港竹棚 仍然有这件事 应该有些存在的 有些存在的 但是我猜 踏棚呢 可能最大的问题 都是一种意外的问题 我看回那个数字 我测试一下 就是170的时候 我们建造行业的意外 大概有27宗的四目光 其中有17宗是高空多下 另外今年 明显可能有些都会有改善 今年到现在为止 按照我们关于基金 我们公布关于基金去处理的时候 27宗里面 有7宗都是高空多下 是 是 有一个 所以想了解 我们说 我们踏棚的行业 高限度里面 最主要一般出现高空业外 不是 高空业外 而是出现高空业外 一般出现哪个问题 比较多呢 其实呢 我们经常都说 就是 安全和成本挂钩 你要做足安全 要做到百分之一 当然你的成本 你的雇主要扔一定的钱 如果你说在这方面 比较 我要省一点 或者有什么 肯定安全性 就会比较降低的了 而另外一方面 其实跟香港整个大环境有关系 为什么呢 你特别好像地盘 政府那些 或者是私人楼宇 以前就是 15天一个测告 7天一个测告 一层 就是我们说是 7天一个测告 一层 现在已经是走到 已经是4天一个测告 是吧 我实际上是 其实意外和快有关 对不对 你越快的话 就会可能会令到一些 那个人会麻木 或者会疏忽 某一样东西 我们实际上都会 叫那些工友 不要不快 你不是他的命 是你自己的 是吧 我们实际上都说 你做得快 和老闆赚得更多钱也好 你万一真的走了的话 老闆也不会说 他怎样同情你 或者怎样可怜你 所以你必须要 我们作为自己公友的话 要自己认识自己 是啊 是的 但我了解好像 那个意外都会减 我看到我们公会提到的意见之后 好像那个意外那种 有改善的 明显的数字都看到的 是的 是怎样去针对 那个行业出现的意外的情况 你们又做了些什么的建议呢 其实呢 在我最早期入行的时候 其实我们整个 香港的大环境 其实都是中空工作台 意思是说 戴上一个棚 里面一个工作台 但是中间是空的 很容易跌下去 经常是有人跌下去的 你用的时候 你才放两块 是 桥板 但是多数都不放的 那就是令到一些雇主 或者一些承建商 就可能会偷工 就是不做这一部分了 就经常都出现这些情况 比如 哪个行业拆去 黎嫂拆去 就铺桥板 黎嫂做完之后 就抽走这桥板 那见识就有股工了 但是好像习汉的阿姐 或者习汉清理的那些 竹头或者是 那些风头的话 他就没有工作台并 曾经也有些 有些习汉的工友 就掉下去 那后来呢 在工会 就发挥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在去年呢 就 4月28号 就做了很多个测试 是 还有现场的地盘 就搭了一些 密租工作台 或者中架工作台的一个对比 是 给协议界的一个选择 是 结果发现呢 很多工友都很向往一些 我们工会 或者是我们整个香港的 那个 那个 那个突行 可不可以提供的那些 浸浸密足工作台 是 那终于在这个CIC 去年 9月1号 就收据了那个CIC的指引 那直至到劳工署 就去到今年 2018年 3月1号 正式推行了浸浸密足 是 那大大改善了那个工作环境 是的 虽然发现很多意外的东西呢 有针对性体的改善的意识 没错 根本可以减少那个意外的出现 没错 我知道呢 就算我们工龄会的20万日保院里面 建筑行业呢 都有一个申请的意外方面 都是比较多的 嗯 刚才提到的数字的时候呢 我们建造工会 我们关为基金 都帮不少那些 有意外的工友 是 其实我知道我们 搭行工会 都关顾在我们 有很多地区的意外的工友 那我们工会主要做在哪些方面呢 其实工会的作用呢 首先呢 如果是涉及我们工会的那些 不要说会员先 涉及我们行业的工友 我们都尽量去提供一些协助 一些帮他们 不单止是一些意外 或者甚至一些欠伸 或者是怎样的话呢 其实工会 在这方面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作用的 第一 他首先是和政府一些 大家有联系 第一时间会联系 一些负责的这一部分的单位 可以去处理这些个案 第二方面呢 如果你说是一些意外的话呢 其实呢 工会也可以在下面的 那些会员的那些网络里面呢 尽量找到 他那个受意外的影响 那些加速那些 提供一个 比较迫切的一些贴身的帮助 是 我见到我们工会这方面 都做得不错 对家属方面的跟障工作 另一方面 这里都会看到呢 就是说 可能我都说 香港建筑好像欠 缺了很多工人 有时候要收入博务 但我感觉上 好像搭棚那里 好像有黑工的情况 都不少 是的 因为你人工高 会不会吸引一些黑工 有 其实呢 黑工的东西呢 很多时候是 其实呢 就是彭厂 是 他低价抢来 嗯 但给他回去 他也是低价 但是一个人 或者两个人 攬起城 单工程之后 就抢黑工 找一帮正当的人 来开了 找一帮正当的本地师傅 来开了工 做完正之后 是 那帮人呢 慢慢淘汰他 他就进一帮黑工进来做事 但是呢 我们打电话去举报呢 每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都不见有妻人来 是吗 是吗 黑工一般要去给多少钱 呃 可以这么说 是三分二人工 哦 嗯 黑工那个 会不会安全 也有一个大问题 他都是做足的 那些事 他都做足 因为曾经 嗯 很多年前七个市 有一个 黑工呢 就 七了市 嗯 掉下来七七市 就被人不停 车走去其他地方 譬如在路边 到他街坑移过去 哦 有曾经试过 就在那次 譬如在马鞍山那次 嗯 但是后面呢 怎样的情况 就不知道了 是 好了 真的有点 但是现在呢 他都做足足了 那如果你在下面开工的话 下面那些本工看出 诶 我够人开工 他又不看入閘记录 是多少个入閘 正正式式的入閘记录 如果你叫我对那条数 他一定死得的 他一定死得的 对那条数 好像你有三个人入閘的 你四座大楼 你答他给我看 你三座三个人 但是没有做这些 就是公司 很多时间 那些建筑公司呢 都是跟这个 议判仔 串通的 是串通的 其实我们经常都说一样东西 就是说 如果顾住这个黑工的话 不单止政府有责任 顾住有责任 或者发展商有责任 其实我觉得大家公友都有责任 就是有些人 其实明知他是黑工的 但是不举报 其实他都说不关我事 其实亦关的 一定关的 你觉得这一刻不关你事 但是迟早会烧到你身上 所以我经常都会呼吁一些公友 如果当你发现一些黑工的话 大家一起举报 保护你自己 一个保证 其实都保重那些叫黑工 因为为什么呢 有时出现一些 有些人会被贴赔是很大的问题 你有什么方面 我知道德哥 你好像是加入了工会 都很久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阿森哥都是 有什么理由 吸引你们加入工会 以及工会近年 重点在哪一方面 做到哪些工作 其实当时加入工会 都是一些前辈 加入公會,有些什麼事,公會都能幫你, 相信前輩說入公會,做公會,做幾做, 最後被人選了進去之後,選了理事會, 開始真真正正做公會的事, 但是做了七的事之後, 能夠自己有個滿足感,也有挫敗感, 做了出來之後,人家不認可你的,也有挫敗感, 但是始終都是問心無愧, 做公會的事,真心話,個個都是義工來的, 做公會的事,個個都是義工, 也不會拿了分錢的,做出來自己問心無愧, 對自己是最大的幫助,我就這樣說, 如果我覺得,我自己講一下,我會感受, 加入公會,首先一些前輩都多多少少, 都講一些,包括我自己,我老爹, 都曾經過生之前,過生之後,都是公會的, 他也有講他,是公會對他一個很大的,一個照顧, 他坐在香港,沒有人,沒有人,他都住在公會裡面, 所以其實公會對於我,就是我爸爸,是幫助很大, 首先包括他的住啊,食啊,都是公會, 所以其實我是很感激公會的, 就算那一刻,我那時候,沒有到香港的時候, 我也知道有公會的存在, 也知道他幫助我爸爸很多東西, 當我來到香港之後,慢慢接觸公會之後, 就覺得公會是,真是一個很大的家庭,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幫助, 而另一方面呢,我就,我又了解到, 我們的行業竟然,超過十年沒有加工, 那我覺得,為什麼沒有人去七聲, 沒有人去幫我們那些,那個行業的工友, 去發聲,去爭取呢? 那我就,有決心要立業公會, 可不可以利用這些,去慢慢去改變, 而另一方面呢,就是覺得, 那個搭鵬呢,中空的工作團, 哇,跟大陸呢, 我們那時候未來的時候, 人家當然是密足的了, 沒有中空工作團的,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香港比大陸還危險呢? 所以可不可以發揮這個作用呢, 可以慢慢去改變, 那證明呢,就是在這個十幾年裡面來講, 我們慢慢去將所有東西全部改變了, 都有進步, 所以我們搞工的工作呢, 真的要用那個心去做, 另一方面呢,大家付出那些, 至少有個回補那些, 真的能夠幫到行業發展, 沒錯,沒錯,沒錯, 還有呢, 改善行業那些安全的問題, 我們建築的行,很多都是, 建築的行呢, 都是一些比較分散一些的, 其實要靠工會那個大家庭呢, 團結,另外有時候, 一出現問題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工友都是這樣的, 因為欠身那些, 都要找工會幫忙, 是呀,是呀, 自己呢,就很難去, 你不懂的, 那些情住的問題, 很多你真的, 工會熟的嘛, 你真的, 你不懂怎樣去走, 走那些情緒, 如果你, 如果你現在, 找到工會, 怎樣行, 怎樣找人, 不用你罰了, 起碼都有人帶著你, 怎樣做事, 沒錯,沒錯, 工會起的作用, 但是如果, 如果說有些新人, 想入一行, 他們大概要怎樣做呢, 現在新入行呢, 如果是全部沒有接觸過地盤的話, 基本上都是入CIC, 讀一年課程, 新人, 真是真真正正的, 你說學堂出來的, 剛剛有做過事的, 進去讀一年書, 那你讀一年書呢, 還有真些, 一個月一萬零二百, 我確實是, 那你讀完書出來之後, 那很多, 那個, 商會那些人都會搖人, 沒錯, 或者, 那些, 那些, 所謂叫做, 散炒那些判口仔, 就是散炒那些, 都要的, 因為你有經驗, 都是很缺的, 其實都缺的, 都缺的, 我沒有出來, 有什麼, 你可能都會找我們工會幫忙, 工會都可以去介紹, 沒錯, 也有的, 也有的, 還有, 一到了他畢業之前, 副學部會開會的時候, 會問那些商鋪, 現在我有幾多個學員畢業, 你們可不可以接收他們, 可以接收他們, 教他們在你們商戶裏做事, 如果你可以的話, 就接收一些新學員, 就是這樣, 你說我們搭行業, 現在那個行業面對最大的問題, 是什麼問題? 好, 最大的問題, 就, 工程不夠, 工程不夠, 現在正是工程, 因為可能早期拉布, 拉布的影響性很大,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看我們工會這幾年, 為什麼會一年, 一年六年, 一年六年, 都會有人工家呢? 那時候開工足, 一拉布就變成影響性很大了, 其實拉布的那個危惠性, 是非常之強的, 可能, 那一刻拉布的時候呢, 沒見到, 但現在就慢慢慢慢發佈, 現在浮現, 浮現了, 所以我覺得, 南美的影響, 都發掘, 有時候往了上來, 就很虛, 開工的時候, 要開OT, 但是, 有時候開工是, 不是那麼夠, 用了一句話, 老土說, 一時就飽死, 一時就餓死, 因為拉布, 批不了款, 你批不了一款, 現在你連前期工程, 都不讓你批款出來, 你怎樣做事呢? 你政府, 你哪一個錯上去, 他拉死你為止, 所以其實有一個危惠性, 我們常常講, 比如我們做斜坡工程的工人, 那你不是說, 我一迷就做斜坡, 如果你不拉布, 你還要探測, 要評估, 如果你一樣不做的話, 你只是下雨, 比如明年四月份, 雨水大雨, 是吧? 那你真的要嵌嵌斜坡的, 如果你不提前做的話, 你真的影響性了, 工程吞不出來的話, 一嵌斜坡, 到時影響性比較大, 可能我們, 那個行為未來的發展, 可能都要想一下, 吸引人的時候, 可能就是安全方面, 沒錯, 要做足, 或者建築行的最大問題, 實際上就是, 可能是, 人工高, 但實際上都付出不少, 不過最關鍵, 是解決到安全的問題, 我猜會更加, 吸引更加多人, 任我們建築行, 特別是搭棚, 好,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 我們今天就談到這裡, 將來有時間, 再找我們, 德克森波, 再上台交流行業的情況, 好嗎? 謝謝, 謝謝, 好, OK OK